近年来,北极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海运航道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点,各国都加大了对北极的争夺力度,俄罗斯作为传统北极国家,正是提出重返北极的战略构想,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战略决策,并实施在北极地区积极开展活动,强势将北极纳入自身实力范围,制定北极战略。 对于俄罗斯来讲,北极的战略位置和地缘政治意义几度轻重,为维护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于2008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别发布了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加政策原则及严谨规划,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干扰,这三份文件,后见起俄罗斯北极战略的基本框架。 其中明确,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作为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基地,二是保持北极地区作为和平与合作的区域,三是保持北极地区独特的生态系统,四是使用北冰洋航道,将其作为俄罗斯联邦在北极地区的国家交通运输干线。 目前,俄罗斯已将北极战略,满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和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中,捍卫北极安全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强化北极军事部署。 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对俄进行战略挤压,北约东获已逼近俄边境,美国不仅在俄州边部署返岛系统,近期六里退出中岛条约,俄越林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大。 俄罗斯实施北极战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北部方向建立新的战略之点,以有效增加战略高深,扩大战略回旋空间。然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 2018年7月,美衔国防部长马蒂斯宣称,美国应该把北极博弈带上新高度,或将在北极地区增派海岸检卫队。 10月,美军杜鲁门号航母编队驶入北极圈内的挪威海,准备参加北约三叉几节点演习。这是美军航母时隔27年后,再次在北极圈内行动,在战略空间受到挤压的大背景下,美国又在北极圈内有所动作。 这不能不允许俄罗斯的高度警惕,唯有效应对北极地区的威胁与挑战。俄罗斯高度重视运用军事手段,不断加大军事部署力度。 2014年底,俄组建北方舰队联合战略司令部,负责北极地区的防务与安全,在北极地区修建和恢复多个军事基地,举行一系列军事演习,并部署北枫之神级战略和潜艇和亚斯-24洲际弹道导弹。 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进一步加大北极军事部署与活动的力度。俄空天军图160战略轰炸机,图负95MF战略轰炸机,先后在北极地区实施巡逻飞行,并部署专卫北极地区开发的DM-2T系列防空导弹以加强防空力量。 俄北方舰队在北极地区进行冷保暗机反舰导弹系统综合演练,成功发射高门脑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俄强化在北极的军事部署,即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被俄围堵政策的有力威慑,也是开发利用北极资源,维护地缘战略安全的可靠保证。 北极战略对于俄罗斯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在实施中面临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多方面因素之间,因此,加强多边合作交流,以合作开发的方式,吸引国外资金、人力和技术投入,成为俄实施北极战略的必留之路。 俄罗斯将合作对象国,由传统北极国家拓展到北极与外国家,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国陆续开展合作,共同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联合开发北极资源。 俄罗斯与法国、日本、中国联合实施的北极液化天然系二号项目已经展开。 以东径,XVDATPLOS,7500D21,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24日称,俄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领先世界。 俄罗斯论据《于事实报》报道了这则消息。 邵伊古当天在国防部社会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称,俄罗斯武装部队,配备了1500种武器,和8万多件军事装备。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我们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比例,已达61%,5%。 上没有任何军队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邵伊古表示,正在二计划实施2010年至2020年国家军被计划规定的任务。 他还称,俄军在2019年武器装备现代化比例应达到67%,任劫,利尼达瓦岛与苏门达瓦之间的迅他海峡周六22日晚九时半遭遇海啸,造成至少168人死亡,745人受伤。 不排除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多处出现灾情。 许多房屋倒塌,救援人员正赶往现场寻找生还者,进行救援。 由于事发突然,当局在海啸来临前没有发出预警。 利尼知名乐队17在事发时,正在西岛瓦附近的一间海滩度假人附近表演,有人拍到海啸直扑舞台的画面,有乐队成员直接被选狗而死亡。 利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社交网站对遗难者家属,要达深切问,并称已下令政府官员采取紧急措施,照顾伤者和寻找生还者。 马来西亚和澳洲表示,有需要可以提供援助。 这是继9月后,利尼再次发生的严重海啸。 但这次的海啸并非由避震引起,可能是海峡中的卡拉卡托火山Croketail Volcano爆发引起。 利尼灾难部门发言人在社交网站上上载了南榜省灾后的片段,岸边损毁严重。 我当时独自人在海滩,家人都在房内睡觉。 我尝试拍摄火山喷发的照片。 小岛傍晚时,火山已有强烈的喷发活动,但在大浪铺向海看前,并没有任何活动。 一片漆黑,之后我突然见到有浪铺过来,我把腿就跑。 当时有两个大浪,第一个大浪没有那么强,我可以逃走。 我直播酒店,叫显熟式的太太和儿子。 然后我听到再有大浪铺过来,我望出窗外,见到第二个巨浪。 比之前的更大。 大浪铺到酒店,把附近的车冲走。 我们与酒店其他人立即转移到附近较高的森林。 我们目前仍在山上等待。 Just a completed high speed video of yesterday's, 22nd each December, Eractive activity at Pont K K für A click of volcano, and a lot of flow, Can be seen descending to the left of the island, filmed 5 to 7 km away from it. Only a few hours prior to the Pont K tsunami, hitting the coast of the earth, At its magma at infirm peak, Twitter, Combocaptial 7PBQ, 结尾TWitter帖子用户名Adoostein and Earth, 当局仍在调查海啸是否有火山爆發而引起。 美国加州大学的地球,语行星科学教授麦克尔曼加 Michael Mango, 认为,火山爆发令地壳上下移动,以及大量火山碎屑堕海,也可能激起如海啸般强大的巨浪。 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学家Benzander P.I.U.I.J.R.教授对陆透社表示,活跃火山的斜波不稳定,可以导致山体滑坡,并令大量海水变成巨浪,就好像突然像水中倒下一大大沙一样。 火山学家杰西菲尼克斯·杰斯菲尼克斯对BBC说,火山爆发时,热热熔员会推开原本地层,取代并穿过温度较冷的石头,触发山体滑坡,由于喀拉喀托火山在水底,所以不但触发山体滑坡,也把水推开,可能因此触发海啸。 喀拉喀托火山近几个月转续活跃,利尼地质局说,火山周五喷发了两分钟十二秒,在山上四百米形成了灰云,建议所有人不要在附近两公里范围内活动,而灾害管理部门指, 越人亦可能加强了海浪的强度,利尼未处环太平洋火山带,是时常有地震,火山爆发的地区。 今年九月,苏拉威西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引发海啸喷噬帕鲁城,造成超过两千人死亡。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强烈地震,溢出发附近区域有大海啸,造成14个国家约22,8万人身亡。 但相对而言,因为火山活动而引发海啸则比较罕见。 1883年8月,利尼喀拉卡托火山,历经了历史上最猛烈的爆发,海啸高达41米,造成超过3万人死亡。 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喷出来的灰烬,其威力相当于广岛员暴衣。 3万倍,几千公里外都听到爆发声音。 之后的一年,全球的气温别超过一度。 一些火山倒失踪后,在1927年代出现,1月3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前左,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前又,检院仪仗队。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三日表示,土耳其愿与伊拉克深化坊统和安全合作。 新华社发穆斯塔法卡拉社,新华社安卡拉1月3日店,记者齐年杨,师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三日表示,土耳其愿与伊拉克深化坊统和安全合作。 埃尔多安当天在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统萨利赫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霍尔德公园党等组织,对土耳两国构成威胁。 土耳其愿与伊拉克深化坊统和安全合作。 埃尔多安表示,维护伊拉克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稳定是土耳其对异政策的立足点。 土耳其愿帮助伊拉克开展战后重建,并加强双方在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 萨利赫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期待土耳其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做出贡献。 伊土两国将肩并肩地团结在一起,土耳其东南部与伊拉克北部接壤。 近几年,土耳其多次空袭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务中,库尔德工人党被土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2017年9月,针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土一两国在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原标题,特朗普·埃尔德恩保证,将铲除旭境内,产存IS分子态度坚定。 当地时间23日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再次谈论了从叙利亚撤军一事。 特朗普在推文中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德恩,非常坚定地向他保证。 在美军从叙利亚撤退后,土耳其将铲除叙利亚境内的残余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子。 特朗普还称,埃尔德恩是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而且土耳其就在叙利亚,隔壁,我们的军队要回家了。 23日较早前,特朗普和埃尔德恩还通了电话,讨论叙利亚局势。 两人同意在美军撤离后,彼此通过军事、外交及其他方面的协调, 避免叙利亚出现全力真空的问题。 赵远龙,环球网军事12月29日报道,俄罗斯卫先通讯社,12月28日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在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台访时表示, 先锋高超声速武器系统,在列装军队前三次试射均获得成功。 此前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国防部按照总统普京委托于12月26日成功试射先锋高超声速武器系统。 该系统可以携带高超声速滑翔弹头,先锋系统飞行试验计划全面完成。 这使该系统能在规定的期限的列装战略导弹部队。 鲍里索夫说,12月26日进行了第三次试射。